每期聊3K热点 我是小丹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斗艾玛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 理想Mega凭啥比小鹏X9贵那么多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再次请到老编辑 一起聊聊理想和小鹏 虽然我估计理想不太想拿Mega和小鹏X9比较 但作为消费者来说 这辆车肯定是要拿来做对比的 老编辑作为小鹏的车主 对Mega有没有心动 在不看价格的情况下 你们是三个都被理想拉黑了 所以都没有参加那个发布会是吗 我们跟理想关系应该挺好的吧 我自己觉得 那反正我想问你们 你们看实车了吗 就如果看实车的话 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本来要去发布会的 结果 去发布会的路上 我腿舌了 对对对 发布会上其实他没有体验的那个环节 都是在前面拍摄 拍摄那次他们并没有邀请我 他们只是邀请我去参加发布会 没有邀请我去三亚海棠湾 那个非常fancy的酒店 然后去拍摄 他可能觉得我不是个视频博主 不需要拍Mega的内部的铁 所以我其实没有铁 我是直进到最近几天 我才去商超 他们开始铺货之后 我才去体验了一下Mega 然后我就觉得空间还是不错的 5米3这么长的空间 营造出来的这个车 二排的其实头部空间是非常多的 因为它整体的流线型的造型 但是第三排可能头部稍微有些逼泽 整体的空间上我是很满意的 我自己评定MPV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舒适进入 第二排你进去的时候 你踩地台 拉着扶手 它的地台是高的 这是明显的感觉到 就哪怕它搞了一个两层的这种台阶 它还是高的 而且这个台阶由于它 它采用了一个塑料材 它没有像奔驰宝马会 在高配版本上用的那个迎宾的灯 有一个镀铬在下面透光背光 而且这个其实配合着 德系的豪华品牌 基本上都会在地面上投一个logo 这两个东西一组合 其实它是有尊业感的 但是Mega是都没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来说 它的产品细节上 这点肯定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评价MPV第二个标准 那就是后备箱收纳 那这个肯定是小鹏X9是无敌的存在 第三排的整个收纳了之后 整个后舱的规整程度 第三个标准就是 中央通道的通过性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如果是按照评价 一个MPV的标准去评价 它这三个最重要的舒适程度 我觉得只做到了一个半 当然它们会有很多的道理 我为了5C的充电速度 肯定会牺牲地台高度 为了我这个流线的造型 极低的风阻系数 对吧 我把第三排可能搞得稍微有些鼻子 而且不可能实现 像小鹏X9那种收纳的功能 这些都是理由 但是牛逼的产品 必须你特别的牛逼 就像iPhone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让你没得比较 这个时候你会容忍它的所有的缺点 但是害怕就害怕 当你出现的时候 市场上有一堆MPV等着你比较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拿你资源起手 我直接说一点 我不是那种 今天看到Mega最终的预定数据 幸灾乐或 我觉得大卫可能跟国内还有时差 今天的互联网 所有的不太喜欢理想的人 都在有点谈官相庆的感觉 最后这72小时的大定数据 也就是个3000多一点的数字 那文武说的 大卫不止跟中国有时差 还有代仓 对这个就是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狂欢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因为我自己心理上 我是觉得小马X9加上 Mega这两辆车 最好能够月销破万 就它俩的总和 我不管谁是6000 谁是4000 对吧 这无所谓 至少能让大家 当考虑到新能源MPV 首先讲到第一款车 不是腾式第九 不是那种车 就不是那种 埃尔瓦前脸 然后混动的 而是一个纯电的 真的从纯电的平台 去思考到底未来的MPV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小马X9 跟Mega都算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 理想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销量顺风的时候 你做了太多拜人员的事情 可能今天你稍微 有点马师前提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开心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理想未来的公关策略 需要考虑的一点 因为你不再是一个 非常小的初创公司 你某种意义上 你是这个行业里面 销量最大 对吧 然后现行储备最多的公司 那你要考虑到你的形象 或者说你要向用户 传到一种东西 是一定要是更主流的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 理想官方 它的那个措辞 之前在顺风的时候 比较激烈一些 最主要它还有一些 相关的KOC感觉太猛了 有一点那种 说话不留余地的 这样其实稍微有一点 小翻车的时候 大家就抓着不放 这个其实也是 刚才对应老编辑说的 我还挺想知道 你们的看法 就是我的自己的看法 其实很明牌的 其实我跟你有一点的 看法是很像的 就是我非常希望 X9和Mega能卖的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 试图在改变品牌形象的 这样的中国车 我其实有不少朋友 原来是认为 小鹏整个品牌 都感觉不高端 缺乏腔调和牌面 但面对X9的时候 他们是有心动的 我身边就有不少 这样的朋友 因为X9对小鹏改观 然后下定 我们甚至现在也看到 连明星都有买X9 当保姆车的 那再看Mega 其实之前L系列 理想的车给人的感觉 就是中年奶爸感 非常强的车 你是很难让一个35岁以下的人 去对他动心的 但是Mega这个外观 因为他非常先锋 然后有足够多的话题 网上都说嘛 你开着这个车 你基本就是显眼包本包了 所以之前我们也看到 行内的说 这是一台让人想生孩子的车 从这个角度看 我其实是对任何一辆 我们中国的车 设计也非常先锋 敢于颠覆 自己原有形象的这种车 我都是天然带有好感度的 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 Mega这样一出 有很多幸灾乐祸的 无论是吐槽的图啊 还是恶搞的那种话 但是我反而是 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当年 我刚看完Cybertruck的发布会 包括更早的时候 17年看那个Semi 特斯拉那个重卡发布会的时候 其实厂内的人都不看好 厂内很多都是 特斯拉的那种老粉 老车主都不看好 而且呢 网上也是很多内涵图 就像今天笑Mega 我倒是觉得 就像Mega高级设计总监 那个德国叫做Benjamin Baum 的人说的 如果是一辆车 它刚推出 你没有两种声音 其实反而从一个侧面 说明你这个车不够先锋 我觉得理想它这一次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 是它有一个 就是大家说的 那个外观和内饰的割裂感 这个在中国市场就 尤其我们会有体感 因为它外观这么的先锋 它是先发布这个外观嘛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 它整一辆车都应该是 对应这样子的先锋感的 结果内饰一看 其实就是一个 跟L系列非常相像的 这样的人士 然后呢 它又经过三个月 前后这个发布 我们都以为 它会做出一些 更激烈的改进吧 但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 它最大的问题 对 晚点不是发了一张图吗 理想亲自在二排座椅上 勾勒出了 那个新的控制面板 主要是改了个 座椅的控制面板 然后他们最早期的 第一千台车 有很多是第二排没装的 就等到回头 三个月定稿之后 然后后来又把这个 新的座椅 重新给装到第二排上 我觉得第二排 反倒没有那么重要 我自己上试车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什么 我觉得是真的 非常下头的是第一排 就是它完全是一个 理想L9的第一排 我知道大家都是 开过很多MPV 尤其你们在美国工作过 美国是个MPV 非常繁荣的市场 多样化 对吧 像赛纳呀 大杰龙啊 这种奇亚加滑这些车 当年我们国内市场 是翘首以盼 这些MPV 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 所以MPV的第一排 一定是有一些共同性的 比如说 它的主驾跟副驾 之间的联通性 它的储物空间的独特性 它的储物空间 一定要根据 不同的功能去做细化 比如像赛纳 在美国市场 它有车上吸尘器的 就类似这些 所有的设计 当你说要替家庭 打造一个 前所未有的一款车的时候 你必须对这些东西 有些超越 而不是视而不见 当然不是让你跟他们一样 但是你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所有的MPV 我觉得好的设计 一定是不遵从规则 但是一定要超越规则 但是我觉得理想 这次它的内饰 太过想当然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理想在推行IPD之后 这个公司的某种流程 它矩阵化之后 其实横向 纵向的牵扯是很多的 很有可能 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 或者其他的 为了不增加 这个公司供应链的冗余 它做出这样的角色 但是这个 真的这个手牌 传统汽车行业 确实没有什么干 当你推出一个 全新车系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在 尤其在前排的视觉上 提供一个非常强的 一种多样性 但是我觉得可能 理想它有自己的想法 它觉得这辆车 就是为后排而生的 前排不需要这些东西 当然我知道 就理想它在做 它L系列的 很多的成功经验 今天我一定会阻碍它 就是让它觉得 这些成功 是因为我坚持的 这些原则 那实际上可能 真正让L系列成功 是另外一些因素 那你们觉得 L系列成功是什么因素 它有什么是 在这一颗车上 应该复刻而没有复刻的 我觉得L系列 最大的成功 是选择的正确的对手 所有的纯店的 新势力品牌的对手 是Model Y 而只有理想对手 是BBA 这个其实区别非常大 这导致了 后面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这个产生的 你比如说 像未来一个小朋友的财报 毛利就非常的低 非常的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对手 是Model Y 当你的对手 是Model Y的时候 它有品牌的先发优势 你要跟它卖一样的价格 你就要比它 多一大堆的配置 然后你的规模 这样又不如它 所以你的毛利 必然是零 甚至是负的 但是你选择BBA 这些百年老地 他们的毛利率 是很高的 然后你再用 新动员的东西 重新做一遍 你确实可以实现 一个由高打低 比如说 我就是比你大一个级别 我就是比你舒适一个级别 我的智能化和电动化 带来一些天生的好处 就是比你燃油车要好 这个时候 你看理想的毛利率 为什么能维持那么高 就是因为他的对手是BBA 我觉得这是最核心 最根本的 我之前常常说 一场战争的结果 第一个就是选择对手 第二个是选择战场 第三个才是选择 你的战术和打法 就是说理想 电车大卖靠油箱的 我现在感觉 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感觉 我很赞同之前老编辑说 其实他在出这种纯电MPV的时候 有很多的他的竞品 都已经在那等着了 包括极客009 包括腾市 包括小鹏X9 甚至像华为问界M9 对吧 我觉得现在都是有一点 当年理想通过增程 去打这些纯电 就比如说未来 比如说小鹏G9 那现在其实就有一点 城市这种混动 然后加上问界的M9 增程去打理想Mega 所以我觉得对Mega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这次虽然在外形方面 给出一个非常激进的 这种选择 但确实像老编辑刚才说的 我也很赞同 就是说对于Mega的前排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优化的空间 我其实能理解 理想不是在得到 有一门客 他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很多企业 从1到10 错误的选择 就是把它从0到1的经验 给它刨去掉了 所以我理解理想 其实是想继承他们 之前L系列比较成功的 这种内饰的风格的延续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已经有很多 比较先进 或者是比较激进的 内饰设计在这等着 一对比下来 Mega其实就会显得 过于保守了 它确实比Alpha先进很多 但是你如果一对比 极客009 或者是X9 甚至哪怕腾式D9来说 这个Mega 作为理想的旗舰车型 而且定价在那摆着话 它确实就会显得太简陋了 我其实今天在知青 就也写过一条 就我建议 很多的它的这些 内饰供应链 确实可以延续L系列 但是我觉得可以 借鉴一些手机厂商的做法 就比如说联名爱马仕 或者是像小米华为 去和莱卡去搞联名 我觉得在噱头方面 Mega还是差了一些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点 可能是理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家长期 来追求ROI的公司 它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投入 它要追求明确回报的公司 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在发布的时候 其实发布会上有一张图 就用了意识沙发去讲 Mega的内饰 它的考究程度 如果是高净值群体 它一下就能认出来 这是在意识沙发上 才会用的材质和设计 那你为什么不联名 一个真正的国际品牌 一个意识沙发 让他们给你做设计 做联名呢 因为我比较感动深受的是 我一直以来有的公司 我们当时融资的时候 其实跟理想是 同一家机构 就明示都投了 所以当时理想 在他最困难的那段时间 跟他对接的明示的 那个投资经理 跟我是一个 就相信那个投资经理 同时会负责我和理想两项 当然我们的成长 后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因此我知道了 理想在他融资的过程当中 非常困难 就是他长期以来 是在一种资源稀缺的环境下 去做决策的 这导致了 不会打负育仗 就当我的资源 已经是对手的三倍五倍 甚至十倍的时候 我怎么打 华为是非常擅长 打负育仗 你虽然通过你的方式 这个市场的时候 就采用一种高投入的 高压强的方式 今天理想他曾经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他的L系列 就像当年小米的智能手机一样 但是当你已经大到 像小米到2014年 15年那个水平的时候 你就应该加大投入 当你在市场上 能够估值450亿美元 你能拿到软银的 70亿美元融资的这种时候 你就应该不计代价的投入 把你的对手远远的出来身后 这个其实是一种 比较决绝的竞争的思维 但我觉得可能到这个阶段 他的现金储备 1000亿人民币的时候 那你没有必要再相过去 你MIGA是你必须确保 要赢的车型 那你就可以用更昂贵的方式 去把你的对手清场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他过去在那些比较 匮乏的状态下 做的很多的肌肉记忆 还在他身上 包括理想这家公司身上 就希望用低成本的方式敲动 显得效率高 对 是的 刚才老编辑提到负育帐这一点 我觉得确实很有意思 理想在发布会上 他还专门说到 目前理想汽车 其实是中国车企里头 现金储备最充裕的车企 他其实有1000多亿的现金储备 包括刚才老编辑提到的 那家异式沙发 人家是有品牌名的 人家叫Polyform 他其实是在三亚试驾的时候 他的那些布置 都是有这种家具的风格的 但是人家就是没有和MIGA 正式联名嘛 确实这个我觉得可以 跟人家这种品牌 能正式搞下联名 该花了钱 花还是有必要的 对啊 就跟慕斯床垫的一张老人脸一样 真正的像一个世界级设计师的脸 出现在大家面前 就马上高清人群就觉得有说服力了 你刚才还说了一个点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 其实是可以不惜代价的 去造一个王牌产品 我觉得这个不惜代价 不只是说钱的问题 还有就是时间问题 我总觉得 他推后这个发布会三个月 其实可以更多的时间 去做更多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也是入境以来 就是我觉得今天说的两个问题 我觉得都是理想某种一样 路径依赖 就是他太依赖于说一个时间段内 我必须有足够多的噱头 和足够多的流量去支撑 我这次发布会 我不能晚 第二个事情 其实也跟小米会有一定关联度 当年小米的高端机的第一账 小米Note的顶配版 我至今还记得 我觉得这次去上海的时候 那种感觉特别的像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华为的一世 Mate 7突然就卖爆了 在华为Mate 7之前 没有人会想象 中国品牌的手机 可以卖到4999 而且还买不到 小米虽然2010年到14年之间 窜身非常快 但是它卖了1999个手机 突然有华为出现了一款 当时华为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 Mate 9能有5万订单在手 然后Mate 7可以一款车 就迅速的超越了 理想L7之前的 单品的冠军地位 把理想架到这里 它必须在高端市场 尽快出牌 跟当年小米Note的顶配版 一模一样 小米Note的顶配版 是在小米Note的基础上 加了一颗火龙心 小米810 就是加了一颗火龙心 然后准备不足 那个火龙没有压制成功 又因为当时 雷军的某种影响轻敌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是我自己问到的一手信息 小米Note为什么在 iPhone 5S跟iPhone 6 已经把指纹识别这个事情 变成一种必需品的时候 它可以不上指纹识别 他说我们有小米手环 我们有生态产品 这个东西就是说 在某一个企业 它发展到一定顺境的时候 创始人产生一种 我是一家苹果式公司的幻觉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 就是艾玛刚才提到的问题 我又想到了 所有东西都是路径依赖 而且这个路径依赖 就是告诉你 雷军走过一遍的坑 就告诉你 你还会再走一遍 对 而且我感觉这次 Mega其实一直被 小鹏X9黏着打 我觉得确实被动了 你能看出来 虽然Mega发布会 理想一句小鹏X9都没有提 老实提阿尔法 但是在这种措辞当中 还是不时的会提到一些 之前就网上 拿他跟X9对比的一些点 我看完发布会 我其实就写了一条微博 就比如说 刚才老编辑说的 他的后备箱 确实小鹏 他的三排座椅 给他那样折叠起来是非常平整 但是理想在发布会上就说 Mega他的后备箱封闭式会比较好 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第二点 就比如说理想说 第三排下沉式座椅的话 就不够安全 其实小鹏挺有意思 他预判了理想会这么说 所以提前都准备好一个视频 理想发布会还没发完的 他已经把视频放出来了 最后还有后轮转向 他们做一个轮用刹车 一个轮轮转向 用磨损轮胎的方式 把转弯半径做小 这个明显也是针对 One more thing 他RO系列定价都讲完了 然后就看出来 他没有脱离地心引力 就没有脱离小鹏X9的地心引力 小鹏就像牛皮糖 就紧紧粘在他的鞋垫上 之前在极客上 明昊at我说 大伟这两个车你怎么选 我说买那个便宜的 再请个司机 然后明昊说 你好歹是个做自动驾驶的 你怎么能请个司机 我说你看你买一个小鹏X9 省了20多万 司机高一点的 月薪8000 早晨把早点给我带来 去哪喝酒了还能服我 还能送孩子 对吧 这很明显我会选择一个 更务实的选择 刚才老编辑还提到 你想One more thing 其实叫智能掉头辅助 对于这个功能 说实话 我有一点疑问 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功能 它是要在三季度 才会去推送 所以到时候的表现 还是有待长期的观察 他们其实在发布会上 也说的会比较收 他就说到时候 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 但是用多了就有习惯了 所以他也是比较收了说的 但是他们在否定 后轮转向说 如果用后轮转向 后排乘客 会感觉到横向摆动不舒服 我觉得这两个不舒服相比 明显是发出奇怪的噪音 更加不舒服 所以他们自己的说法之间 就为了自然齐收 我觉得理想 真的是非常努力 这就是一家 他在过去 在公关划算很强的时候 当他突然发现自己 腹背受敌的时候 这个尴尬的状态 就体现出来了 包括说后轮转向不舒服 我还看张康康 做了一个这种反击的视频 还专门找了本汽车教材 就是说这个 不是什么后轮转向不舒服 甚至像什么麦巴赫 什么那些 都是配后轮转向 所以是有点反驳 理想汽车说法 不过这点 我倒不是想重点说 我其实想是说 我觉得理想可能就是因为 想要搞这种智能掉头辅助 所以他在纯电方面的策略 有一点可能被裹挟了 就是他专门提到理想的纯电 他只会做四驱的 其实我对这点是非常话问号的 因为我们作为常开纯电汽车的 这种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消费者 他买一个两驱的就完全足够了 除非你需要极端的冰雪天际 或者是对那种加速有极致的追求的 我最近在冲里滑雪 其实有一些冰面下雪面 我自己的那辆小鹏G9就是两驱版 我自己慢慢开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四驱版的话 它既要比同等电池的两驱版贵个三万左右 与此同时还要牺牲续航 我觉得像蔚来之前 只出四驱版 已经这摊浑水摊的够多了 理想应该吸取经验 对吧 你看未来出的自品牌 阿尔卑斯也会出这种两驱版 理想没必要 为了这个功能 或者是他自己可能刚坐纯电车 就要非坚持一直只坐四驱的车 我觉得以后理想真的要坐两驱的车 我个人觉得也不用怕被打脸 在这方面我的想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因为我现在马上要把小鹏PG换掉 我现在两个选的 第一个是小鹏G9 第二个是极客01的 都是新款 我最后非常纠结的一点就在于 小鹏G9它四驱就要加钱 而极客001的四驱是入门价就有 我觉得可能还是南方本位 跟北方本位的区别 我觉得北方本位上 总是大家会希望有四驱的 你就像为什么欧洲的这些老把品牌 像奔驰 它在E系列和S系列上都是全系四驱 我觉得高端车有个四驱 这个东西可能未必真的有用 但是有极强的心理暗示 但是对小鹏 可能它S9 它是一个相对平价的车型 而又主要的是在南方 这是南方车型 两驱四驱这个问题上 可能未必需要特别较调 就是一定要两驱可以 或者一定必须做四驱 这都是可以商量 但是可能对Mega来说 它可能在这个阶段 它必须强调自己的高端形象 它放出很多话 就是理想说的话 你都没办法合定本来看 回头都很灵活的 最好说设计师把这车设计成这样 我就把它开了 结果就长那样 不是说跳楼 跳楼 李宾是可能有的时候 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讲更多的话 就圆这个话 就是未来的人是明显 就是我当时虽然说了一句话 但是后来我想反悔的时候 我会讲出很多个理由 我为什么会改 但是我觉得对于理想 它没有这个心理负担 我改了就怎么样 都跟马斯克去了 你刚才说四驱 让我想到很多有钱的老男人 就说这个功能用不用是一回事 但是你必须得有 对吧 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尊贵感 对 我最近也在开一些比较大的SUV LU车 我觉得我现在能够理解 这些油腻的周老年男人 为什么一定要V6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高的坐姿 这么大的车 whatever 就是这些东西 原来我也觉得 也是有点可笑 现在可能是年纪上来了 就像这些年 突然会觉得茅台好喝了一样 那是因为你有钱了 茅台才好喝 不是 我小时候家里面 就是我爷爷 他的那个办公室 也有茅台 当时小的时候 拿出来给我们喝 我当时就完全盖得不到这个点 后来刚工作的时候 因为也是比较好面子 春节的时候迎来送往的时候 就会买茅台 后来就觉得很不值 为什么这么贵呢 直到最近两年 就属于突然有时候 出现夜深人静的时候了 你发现这东西很香 就印了那句话 从鄙视老男人 到理解老男人 到成为老男人 就那么短短的两三年 对所以我对理想 其实我觉得也有这样看 就比如说可能两年前 三年前我对理想 会有很多成见 现在我觉得 就是为什么他做出 L系列的这样的车 和为什么L系列的用户 对这个车这么满意 我觉得我基本上 还是能够逐渐共情他们 可能确实在中国的 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当中 你就需要一个大SUV 家人就需要你一个 这么多舒适的 冰箱彩林带沙发 这些配置 让你在购车决策上 不需要做那么多的心理建设 和说服工作 你把这个车摆到那 把家人带过来 然后他们就 花这些钱买这么大个车 还有这些东西 毕竟汽车还是个 家庭消费决策 所以我在理想 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他在过去几年 做对了很多东西 就是需要小鹏 跟未来这两家企业 去深度的学习复盘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理想自己 也要深度复盘 就是我到底做对的是什么 就像刚才大卫讲的 那个课上 说很多企业 在从一到十 这时候放弃了 从零到一的东西 这个东西 真的是中国互联网的 金科玉律 太多的企业 在企业上了一个台线之后 开始沿着 马斯洛需求的层级 往上走 只有少数坚持 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级 金字塔底座上的企业 成功了 拼多多和字节跳动 但是你可能更需要的是 像黄征 王兴和张一鸣那样 有更深刻的洞察能力 我觉得这次 我感觉 理想他受到了 王兴的一些影响 他觉得 在高端纯电市场 我需要一颗银子弹 一款车 把所有人的任职都改变 改变这个市场的形态 同时改变50万以上的形态 同时改变高端 同时改变纯电 同时改变家庭用车 他确实想通过一颗银子弹 这当然是王兴非常主张 就是说 你通过底层思考之后 你在你的市场中 找到那颗 真正能让你决胜的东西 但是王兴 他这个人也是很复杂 一方面 他会主张 让你去寻找银子弹 另外一方面 他的这个竞争观点 又是这种无限战争 无限游戏的竞争观点 就认为真正的竞争 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你不可能避其功于一亿 之前中国的商业史当中 太多企业 老的企业都是这样 都希望刀枪入库 马放归山之后 基业长青 然后既往开来领路人 一代接一代的 就按照我这个办法办 最新的一代的公司当中 也有滴滴这样的企业 也更多是基于说 我出行这个领域已经打完了 那我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态 但是像王星 张一鸣他们脑子 也就是竞争是无所不在的 是一直要继续下去的 我觉得理想 它肯定受了王星很多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在认知能力上 可能还是有区别 刚才老编辑提到 理想的L系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他这次L系列升级 反正我是觉得 其实是升级的非常的给力 甚至我自己都心动了 有点想给爸妈买一辆 但是与此同时 就对比下来 我在发布会之前两周 我还去理想的门店逛了逛 然后就有点被理想的销售忽悠了 我觉得他们卖车 确实有点太激进了 那个销售就跟我特别肯定 甚至发毒式打宝票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理想L系列的新款 只是升级的芯片 其他一点没动 然后我还跟他反复确认 你确定只升级芯片 他就特别肯定的说 但是事实上 其实L系列升级的特别特别多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首先想说一点 你看到L系列想给爸妈买一台 这个还是说明我们这台购买力 还是有巨大区别 我是看到领跑发布会之后 想给我爸妈买一台领跑 这个说明我们的购买力 还是差异蛮大的 但是我看完发布会之后 我第一反应就是对于Mega来说 大概知道可能 并不会那么顺利了 原来我的预想是 这台车可能会定一个 接近50的价格 会卖的会更好一些 看完发布会之后 我就觉得未必事情那么简单 所以我当时说 对于理想来说 更重要的是L系列 这个是首相商 他今年目标定了80万台 我觉得哪怕你退一步说 你的目标是60万台的话 那核心还是在L系列得买 所以我觉得L系列 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理想的这个配置 当然是打出了自己的所有子弹 能更新的全都给你了 相比于未来的更新来说 确实是要大很多 所以他也侧面证明了 我觉得理想 不会犯特别大的战略错误 他的脑袋应该是清醒的 但是这个价格本身 我觉得不排除 他很快就会拥有 跟老款一样的优惠 因为竞争太极了 这个价格定的完全跟之前一样 今天我其实还采访了一位 Mega的下定的车主 他的观点跟你比较一致 就是说首先 他的价格55.98万元 其实是没有啥惊喜的 甚至比他预期值还要高一些 最主要的是 他其实是在理想的车主群 很多人吐槽 就是说理想在预售和这种 第一时间下定的给的优惠 其实是太少了 就5000的这种选装基金什么的 相比于竞品华为来说 虽然实际上可能优惠 华为没有那么多 对吧 问题也并没有那么多 就什么各种选装 然后给你优惠 什么保险什么的 但是这个数字看上去就很好看 感觉第一批车主 就非常有这种尊贵感 对吧 甚至像未来学习 第一批创始版车主 还有什么名牌什么那种 他们就感觉 Mega的第一批车主的话 一方面他既要冒那种 第一批量产车 可能有些小毛病的风险 与此同时 他也没有说享受到很优惠的价格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能影响 Mega第一批订单数的一个 也挺重要的原因 你记不记得当时 Mega第一时间那几张图出来之后 做了第一波预热 理想本身觉得可能没有达到预期 他特意发一条朋友圈 意思说Mega这个车发出后 会打造一个 类似于招行金奎花客户的 那种尊贵服务体系 我不知道这个事你们记得不记得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下文了 作为招行金奎花 感觉也没有特别惊喜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 第一点就招行金奎花有啥 好像也没啥 也不是什么行业特别标杆的服务 但是就是因为理想说什么 他很多时候是应激反应 就这么多年观察一下 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之后 他可能第一时间觉得 你们怎么不兴奋的这么好的车 那我是不是得增加一点附加值 然后他就随口说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映什么 就是理想今天有了1000亿的现金储备 对不对 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 未来这么多年花掉的融资正好是1000亿 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理想可能这家公司到这家创始人 他可能会想到一些办法 比如说大卫一开始就提到了 某知名地产商家里面的小姐 要买这个车 这些人可能会突然注意到理想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未来 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的 互运营来说 他就做这个事情水到渠成了 但对于理想来说 过去我们L系列成功 好像没有这个环节 那今天我们说要做MIGA 是不是要推翻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超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那这个时候我愿不愿意花这个钱 第二是 我当我愿意花这个钱的时候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形成一套合适的队伍和组织体系 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目前来说是比较难的 甚至我认为 就是理想他今天学习华为IPT 当然我知道这是 所有中国的初创企业 面对华为的一个PTSD 就是我学了华为 应该会有点用 就是这种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安慰 但是我觉得学IPT过早的话 某种意义上 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公司的创新 华为当年做这个事情 是为了干啥 你要清楚华为当时做IPT的时候 这家公司已经多大了 对是的 我觉得理想Mega 如果在国内订单数 或者卖的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长期来看 也不一定是个坏事 之前其实理想不是宣布过 他做中东市场 要去出海 理想本人 他其实看到我们 之前跟理想一些合作 还有比如说看到 艾玛的视频 还专门安排理想的高管 去跟我们团队去做对接 然后尤其是中东市场 我们也是驻扎了很久了 但是我们就感觉其实在准备Mega 和L系列升级的发布会的过程当中 他们出海的推进慢了一些 那我们感觉就是说 如果Mega在国内销量一般的话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会更有动力 我们也觉得Mega 还是很适合这些中东的白袍富人市场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 对吧 国内消费者见过L系列的内饰 但是白袍们没见过 对吧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更新的发现 我觉得不只是中东 以前我们就觉得只有这种中东 这么有钱的人 可能才会买这种50万以上的车 但是最近我们团队有个同事 去了乌兹别克首都出差 哇 感觉那里的汽车市场太震惊了 满街跑的都是中国的新能源车 最逗的是他从机场 接他的那个出租车 是辆旧款的小鹏G3 平行进口过来的 车机都是中文 司机也看不懂 所以那些什么导航地图啊 语音啊 自驾啥都用不了 但是他靠屏幕上的图标不是能用一些功能吗 比如说能够听个广播 能够调个空调 而且电车他加速非常快 当地人就感觉非常爽非常牛掰 我就发现其实相比较发达国家 这些经济落后一些的国家 他更期待这种先进的车过来 因为他们就不想再用欧美日韩淘汰的车了 比如说他们之前卖的最好的是雪佛兰的那个乐池 这种1.0排量的车 那我们中国这种电车过去简直就是划时代的 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这个地方 它不只是说二三十万的 比如说他们的比亚迪也卖的很好 比亚迪汉在那儿是相当于卖人民币36万 而且选各种颜色还要另外加钱 反正就基本比国内的价格翻一倍吧 所以他们那边的不只是这种二三十万的车卖的好 像极克009这么贵的车平行过去也卖的相当好 之前也对应了我跟未来的一个高管聊 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悟 比如说像哈萨克斯坦这种 我们认为它经济没有说多富裕 但是呢比如说那个首府的贫富差异很大嘛 有钱人基本都开电车 而且是形成一个很奇怪的圈层 当地的特斯拉的车主 特斯拉根本就没到那边就官方 所以他们车主呢就自己从美国把车运过来 然后再自己众筹一个超充战 像这样的群体其实在中亚是不少的 Mega就特别适合这样的市场 对是我觉得Mega还有一点可以提升 就是我之前经常夸理想做那种 to your face的创新或者是那种体感的 直接让市价的那些消费者能感受到的那种体感的东西 是特别直接且强烈的 就比如说它各个座椅上面都配那个软枕 再加上冰箱彩电大沙发 还有就是你能接触到的地方都感觉是那种软皮的那种感觉 对吧 虽然不一定是真皮 但是让人感官上就觉得软乎乎的 很有那种家的怀抱感 对吧 安全感那种感觉 我们不说里边怎么样 但是消费者试驾体验的时候 这个是理想他非常非常擅长的 与此同时我跟今天我访谈那个车主他也聊 就说理想他其实做的那种动作反应是非常快的 就比如说他们那些群里头就反映说理想的 他那个二排Mega他铺了不是那种厚的地毯吗 其实是很影响他的二排去调整他座椅的那些速度 或者是就是空间吗 这样的话你二排调不到前面 你就不能特别凸显他三排空间大吗 当他们在群里反馈完之后 第二天理想的所有门店都把那个地毯给撤下去了 所以他就深度怀疑是不是那群里头有理想的卧底 确实他们这个反应是非常快 但与此同时我感觉理想Mega有一些要提前计划车型的时候做那些配置 他就没有像以前那么to your face那么直接 就比如说他二排的那个屏幕 他虽然用的是OLED那种材质更好的显示效果 更出色那种屏幕 但是他的大彩电只有17英寸 相比于小鹏X9他的这个21.4英寸的就明显小不少 更别提问界M9他那个32英寸投影的更直接的那种观感的屏幕嘛 虽然我是觉得长期体验来看 理想Mega他那个OLED屏幕肯定是显示效果最好 但是作为试车的消费者来说 肯定是对于尺寸的直观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觉得Mega没有说特别继承好 之前L系列做的那种很直接感受的那些东西 还有包括什么空调出风口啊这种 其实就有一点老套了 虽然他比较好用 但是呢就相比于X9的那种中央空调 而且又结合他氛围灯的那种高级感 确实我觉得就会感觉差一点意思 你说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 消费者他感受最强烈的除了外观 应该就三点 第一个就是对你刚才说的那种静态感知质量 就是我坐在车里我马上就能感觉到的 第二个就是价格性价比 第三个就是空间 你刚才也提到他这个静态感知质量的那个冲击力 没有当时L系列出来的时候那么大 然后第二个呢你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第三个其实他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但是据我的一个他本来是已经下定了 Mega后来退的一个朋友说 他就是说坐在上面是很大 但是没有说像比如说跟那个X9比 没有说大的要加20万这种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说今天对于理想来说 重新发布Mega这个事 他要心理上过这一关 我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过一些改进 再进行二次发布 就比如说小鹏G9和问GMT 其实都经过了这个过程 他不丢人 没啥的 我们第一枪没有打中 我们可以打第二枪 那千万不要固执的坚持下去 这是用户不懂我们这个车 一个iPhone出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 你没有理解它是个盖道 它是个iPhone的价值 就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进入这种自我辩护 自我换位的这种循环 进入这种循环是非常麻烦的 我觉得理想过去的成功经验 恰恰就是因为它敏捷反应 然后刚才大家都提到 它改得很快 第二就是我之前提到 它是一个在资源匮乏的状态下 去做它前期积累的 所以说它可能会有这种 stay humble的感觉 可能未来就很长一段时间都缺乏这种 当然它对客户很好了 但是它在产品上 它就觉得我比你更懂 我是做产品的 你要去理解我 而理想没有这样的毛病 但是我就害怕 过去这两年的成功 会让这个团队产生一种 交交二期 至少产品团队会产生一种交交二期 只要我们发现了有什么问题 去改就好 之前可能理想都不太能听得进去 理想的从内到外整个体系 他就觉得mega的东西就是化时代 就是这个时代iPhone 甚至乔姆斯出来坐的车 也就这个样子 这个对自我的认知 我就会出现一种错误 一个是你要理解外界 就是像王兴章一鸣 黄征他们去怎么去理解市场竞争 他们永远比市场竞争更快一拍 他们可能在五年前十年前做一些判断 是后面被市场应验 我觉得理想更多的时候 要把这个东西往前置 就是他可能是理解市场变化 非常敏锐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想要产生那种 提前预判五年十年的 那种穿透能力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 像直接互联网企业家学习 第二点就是说 保持西百坡的时候 教员发的两个务必 就是你怎么保持自己不骄不躁 然后保持这种谦卑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是挺难 尤其是公司已经取得了 如此空前的成功的情况下 这两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是理想 你会怎么去改Mega呢 就让它感觉更高端一些 我先自己说一点 就我觉得现在Mega 其实跟L9 稍微有一点互搏的感觉 就是你能看出来 去看Mega的这些消费者 还是有挺多去考虑新款L9的 但这一点其实在手机圈 就比如说华为的Mate60 RS 非凡大师版本的这些用户 肯定就不会考虑普通版的Mate60 所以是不是之后像Mega 它可以再怎么着改的 能更加和这个L9区分开一些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 现在这些造出来的这些不好改的 全运到国外去 国外有销路 我的想法就是跟一些更知名的品牌 拉拉调性的去做提升 其实刚才老编辑讲 不应该跟什么金奎花比 应该跟美国运通白金卡 这种服务区比 然后它的内饰联名 比如说像找一些意大利的这些品牌 就是因为高净值人群 因为这个车60万 其实它针对的 已经算是接近高净值人群了 一下甩60万买个家庭用车 对吧 不是这种享受型的车 不是说我自己买一个法拉利 这部分人群 你要给了它足够的尊贵感 包括我怎么跟家里人说 服务到底怎么样 我说东说西没有用 我一跟他说美国运通白金卡 马上就get到了 就可以往这方面去靠拢 把对外宣传的品质 让我能锚定在某一些 已有的品牌上 直接就产生认知 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说 Mega能不能在富人圈 或者是这种明星圈能打开市场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 就它能不能成为新一代的阿尔法 这个你说的很对 当时Cybertruck是怎么火起来呢 就是Cybertruck一发布完 基本上北美所有的科技博主 都下顶了 这个其实不只是说 他们感觉这个车很酷 也是有特斯拉很多公关手段的 因为我当时在发布会的现场 我就听一个员工说 他们就是怕这个车太非主流了 那个外观 大家接受不了 所以要煽动这些网红 先带货一波 对所以Mega需要赞助我们大小马 和老编辑开一开对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刚才 大卫说那个方向 真的是要坐实 Mega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子品牌去做 千万不要把它当作 理想的一款车去做 如果你要把它当作 理想一款车去做 你很难避开L系列 因为L系列更便宜 又能加油 这是多么大的黑科技 对吧 加油居然成了黑科技 而且它极其符合 原来购买决策链路上的那些人 比如说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对于个男性来说 开着Mega去上班还挺奇怪的 你开L系列就蛮正常的 对不对 老人的审美可能未必像我们一样 觉得这辆车很先锋很酷 我觉得这车很奇怪 你如果把它当作理想 本身的一款车去理解的话 这个东西就非常难 第二个就是从市场定位上来讲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MPV去理解的话 你在宣传的时候 过去SUV 你去卖L系列的时候 确实你可以通过尺寸 通过配置 通过空间的想象 让大家跟麦巴赫 跟DLS 跟X5 X7产生一个联想 但是MPV 你做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难受 就因为这个市场 哪怕很贵的MPV 除了Alpha之外 其他所有MPV都不贵 第二点 你又有一个产品力极强的 两个竞争动手 一个腾式D9 一个小方X9 一个是可以加油的 一个是它在产品力上 有明显的长处 而且它比你便宜很多 最害怕的就是比较 首先是害怕跟理想 自己的车型比较 然后又是特别害怕 和其他的MPV比较 所以在这两点上 你都要去强化它的不同点 那这不同点怎么呢 就刚才我觉得说的挺好 你把它当作一个品牌 你要跟很多品牌去联名 你在你自己品牌 势能不行的时候 你就去找 像莱卡 像艾巴士这样的品牌 去联名 第二从运营策略上 你就像蔚来一样 Mega车主享受 独立的服务体系 就是上门取送车 所有的保养 每周的服务 至今很多未来的车主 包括未来老的 S8的创始车主 为什么还留在这个体系里面 他也觉得 新一代未来的产品 你可能已经不像过去 刚发布的时候 没有选择了 他会觉得事实上有很多选择 但是那个服务 可能习惯了之后 他觉得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说 这个圈层 你怎么去定义 你的用户的圈层 我觉得理想 在这次发布会的时候 他请了一花书 是一个微博上的大V 对吧 我并不觉得 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 当你想运行 一个独立品牌的时候 你要有更大的想象力 他为什么不能 更加icon式的人物 你为什么不能 跟那些流行文化和商业当中的 更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去进行合作 就是又怎么回到 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圈 就社交媒体 最大的水花才多大 经过了这些人的教育 你就知道一个网红 他能红到什么程度 而那些真正的 原有的传统的影视工业 娱乐工业打造的icon 像Telor Swift这样的人 他就是完全降维的碾压你 所以没有必要 还按照过去 理想在社交网络上 那些成功件继续运营 所以我觉得在Mega上面 体现出来 可能在刚开始聊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大清晰的印象 我觉得今天聊到最后 我可以下一个判断 Mega上出的问题 大部分是优于理想 停留在过去的 自己的技术记忆上 无论是创始人 还是这家公司 有道理 我很认同老编辑这个说法 就把它当成一个 独立的子品牌 招行还有金葵花 金葵花也是独立 认作的子品牌 对不对 刚才老编辑也提到 理想发布会 会请花叔一家人 对吧 然后来去站台 这点我觉得 反正我今天采访的 那个车主 他觉得这个环节 稍微有点尬 还好就是说 结束的比较快 比之前像蔚来 他请那种一家人 然后李斌在那讲车的 效果还是要更好一些 但是整个这个效果 并不算是说特别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发布会 不只是有请花叔一家人 还有就是搞那种 媒体的混简 去替理想吹车 这个其实是很拉拢 那些自媒体的好感 就比如说 看理想官方 都引用我的素材了 有点像这个理想 帮着去背书那种感觉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会产生的 就疑问 就这些人是谁 对 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些人本身 他就是那种 说的不好听 就有点狂吹理想 那种感觉 借你的口去夸理想 说实话 我觉得这种 媒体的性质去夸 效果并不是说 那么真诚或者是自然 因为很多人 对这些人的印象 都是说那种 哎 很夸 对吧 给钱 大家就吹得很猛的 那种感觉 对吧 你是不是想说 怎么样看这个 是不是中立的 在评Mega 就看他有没有去 那个三亚 市价 没请去的 没请去都是中立的 我们几个 对 海棠还是有魔力的 对 我感觉老编辑 你是很基于 他的那个酒店 对吧 没有 我是特别害怕 包括之前跟蔚来 关心到的很不爽 其实出发就是酒店 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老师们 订这么贵的酒店 当然大家去住这么好的酒店 可能会讲几句好话 但实际上对你来说 没啥意义 可能早期的 在像理想万 或者早期未来ES8 用户在启动的时候 社交媒体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 你们是非常非主流的品牌 完全不是BBA的对手 这个时候 设媒去积累大家的第一桶金 第一个用户池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后面 今天已经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必要 不管是什么去过海棠万 还是没去过海棠万的自媒体 不管是在微博上 有十万粉丝 还一百万粉丝 你对卖车有屁的帮助 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上次在跟叛乱 我们老套口消息的一期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说了 今天这个环境下面 你说真正能够带货的人 他本身就自带非常大流量 至于说 你希望通过社交网络上 这一点点的流量 去影响 整个社会大盘的消费角色 是不可能的 最多媒体人 我觉得可能 基于自己的专业见解 给你提供一些意见 你要听些真话 听一些有可能是跟市场 从用户端那边 直接反馈过的声音 这些东西是有意义 但你至于说影响用户决策 我觉得今天的媒体 是绝对做不到 他连自己都影响不了 我们今天给理想提了不少建议 但最后我其实还想说两点 就是理想做的比较好的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就是理想办发布会 还有就是整体宣发 我觉得还是保持了一贯的 比较专业 比较高级感的水准 比如说他的宣传片 我还是挺喜欢 他开场做那种鲸鱼的 WELL and SHARC 他那个WELL鲸鱼 就是对应了MEGA这个车 我觉得他找的痛点 也比较精准 而且整个的发布会 结构和逻辑 都是非常精密的 我觉得这个是理想 之前就做得很好 而且这次MEGA 还继续保持了 只不过是因为 这次MEGA踏入了浑水 被各个竞争对手去围剿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被小鹏X有 引到了MPV的包围圈 对 这个是第一点 我觉得理想做好 第二点 我觉得理想 他建的那些5C的超充战 我觉得策略还是很对的 就是他在这个高速服务区去建 其实就直接避开那些城市内的这种竞争 而且我看理想 他冲自己的车的那些设计来说 比如说他的那个很轻的充电桩 包括那种一键去开盖 然后直插直冲什么的 都是体验效果挺好的 然后前两天我还发了一条 就是看那个余辛烈 开着那个小鹏X9去理想超充战 想试试他那个5C能不能冲 结果呢 就是5C他是冲不了的 因为一方面硬件的 他的那个限制 他的那个充电线是特别短的嘛 我觉得就是像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超充战学习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必须是理想认证过的高压车型 才能去冲 那小鹏X9 我猜大概率就是 在理想那边认证不通过的 对吧 就直接进不下 所以他对于5C超充战 冲自己理想的车体验 还是非常好的 他的那个2C充电站 其实是可以给小鹏去充的 但是充电的效果是不稳定的 中间经常的断 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充上 就已经不错了 对吧 他肯定是优先去照顾自己的车主嘛 他现在毕竟建的充电站也不到400个嘛 不算多 对于理想车主来说 也都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但整个这个理想的策略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的 而且他的这个目标 是说要达到5000家的这个超充战 是跟小鹏也要达到5000家这个超充战 这个数字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觉得看看这两家吧 虽然现在小鹏的这个数量上是领先的 但是理想毕竟有钱嘛 而且他的这个军团作战 效率也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到底 是谁建的这个超充战 是更快的 对 我想接着丹妮的说 第一条大家要充分意识到理想 办发不会 做出货 包括在供应链上很多事情 是目前新世界的天花板 未来跟小鹏的困境 不是理想造成的 还是你们在做很多事情上 没有达到跟理想相同的效率 和专注度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大家要知道 第二点就像发不会这些东西 刚才詹妮提到的 就是他这次发不会办得很好 我觉得我现场的感受是一样的 在storytelling这个环节 理想是非常的自洽的 而作为创始人个人 理想它是非常有元气的 不管你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 你从这个人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 他非常急于把一个事情做成 而且在不断的付出自己所有的精力和专注度 相对于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 企业家环境也好 或者说我们自己从身边感受到的环境也好 都是相当于说比较躺 或者有点颓的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我说理想个人和理想这家公司 某种意义上都是新势力 这些初创企业的值得学习的对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不希望说 因为MIGA出师不利 遇到这些短暂的挫折 理想会从ROI的角度去考虑 就放弃在充电网络上 去做这种大手臂的投资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哪怕可能初期你会发现 理想MIGA没有交付 我理想中那么多台 那我还要不要盖这么多超重站 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公司内部 我觉得理想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要再走过去 自己熟悉的那个路径了 低成本撬动 通过社交网络放大自己的声音 然后获得这种大的社交流量之后 促进自己销量 这条路走到头了 小米当前的经验也是一样的 线上的水滑就这么大了 你真正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力大专飞 大力出奇迹 这是张一鸣 黄征 王兴 这些人 在把公司做成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所采用的一种哲学 不要管现在MIGA卖的好不好 我就是先2000个重点人放上去 哪怕白给小鹏充的 没有关系 小鹏说我谢谢你 我最后也接着 老编辑和小丹妮说的 补充一个 我觉得理想的优势 就是他无论是MIGA 还是L系列 他其实做的 那个家庭氛围感和细节 还是非常出色的 比如说 其实是这个MIGA 他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举动 其实就是把这三排的空间 那个质感 能够尽量的拉平 因为你一个家庭车 你每一排的那种 坐上去的那种感官 不能差太远 三排平全 对 所以在第三排的时候 他确实是 我们试过车里面 空间也好 或者是说 那个视野也好 最好的 然后另外的一点 我觉得他相较于 小鹏来说 还有一个隐性的 一个优点 就是他的设计师团队 其实是更加的 稳定成熟的 小鹏你看 他就是有点 那个车设计 东一拳西一角的 他还是没有一套 自己很固定的设计语言 那这个也跟他的设计团队 比较波动有关系 你看他G3 我听到的消息 就最早期的是 广汽过来的一批 中国设计师 然后到了P7 设计管理港是中国人 招了少量的外国人进来 P5是由一批 韩国后来过来的设计师 来主导这个产品设计 G6又是一个罗马尼亚人 进来之后 大改操刀最终产品 所以到了G9和X9的这个时代 应该就是一个叫做 Hafik Ferrand的法国人在操刀 所以他整个就不像理想也好 未来也好 他们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设计师 已经成型的一个设计团队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理想 支离于小鹏的一些优势吧 我今天采访那个Mega下定用户 他的那个观点挺有意思 他就说 丹尼你的那个小鹏G9 不是外观挺好看的吗 如果这个X9长得就像这个G9 放大版拉长版 我就下定了 对吧 他就是觉得X9的造型有点太怪 与此同时 我觉得理想还有一点 他的这个公司 还有包括理想本人 他的这个韧性是非常强的 Mega订单的这个事情 对于他来说 真的我觉得都不叫事 相比于之前 他的那些什么SEV出事 对吧 还跟老编辑一起去融资 对吧 这些 开玩笑 Mega这点都是小挫折 我觉得像理想这种韧性来说 这点困难 稍微克服 其实可能会走得更稳 就像海马 最近都其实是非常顺的 对吧 各种出海 然后媒体 什么家庭事业 都非常顺畅的时候 突然滑雪 润带 撕裂拉伤了 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上天给他安排的 就是稍微稳一稳 这个养好之后 来年再战 对吧 我觉得其实理想可能 对于Mega这次的事件 我觉得也可能会有 就类似的 就可以吸取教训 之后再做这些其他的纯电车 可能会走得更稳 那这次我们非常感谢老编辑 再次做客大强马聊科技节目 最后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 老talk消息频道 也多多关注老编辑 在各个平台 老编辑最后 有没有想跟大家再说 或者是你最近在干嘛 最近我在搞文艺呢 当然关于理想跟新东原汽车 最近我也会做两期节目 一期 以咱们这个聊天为蓝本 我可能再加一些 个人的经验部分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老talk消息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 聊什么科技主题呢 欢迎跟我们评论留言 顺便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